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这回曹操啊可坐不住了 他气得头顶冒烟 发誓啊一定要灭了刘备呢 不过呀 军师诸葛亮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他和刘备商量后决定要主动出击 先攻下被曹操占领的樊城 给曹操来一个下马威 刘备问道 那派谁出战 诸葛亮轻咬余善 还有谁比关羽更合适吗 光是关羽这个威震天下的名字呀 就足够让人吓破胆了 于是刘备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关羽 关羽留下一部分将士守着荆州 他则亲自带兵直奔樊城 果然不出所谅 关羽打仗节节胜利 很快就包围了樊城 那位守城的将领啊 吓得缩在城里不敢再出来 只好赶紧向曹操求救 曹操呢 便将一个叫做于晋的人封为大将军 让他带上另一个将领 庞德以及七支精英军队去应战 于晋和庞德很快就带兵赶到了樊城 庞德很厚强 他一来到樊城啊 就马上向关羽发出了挑战 只见庞德拍马上前一步 高声喊道 关羽 我来取你的脑袋 关羽冷笑一声 说道 哼 区区一名小将也敢这么嚣张 砍刀 说话间 两人都骑着马 飞快地冲了出去 只见他们 你一招我一试 动作快得像闪电一样 整整斗了上百回合 两边的士兵们都看呆了 到后来 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快 大家已经完全看不清他们的招式了 只能听见武器重重撞击在一起的声音 看到这场景 于静暗暗想到 庞德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再这样下去 说不定他真的能杀了关羽 我可不能让他抢了我这个主将的功劳 于是 于静赶紧下令收兵 把庞德叫了回来 庞德不服气 就请求于静 让他再次跟关羽对战 但是啊 于静就是不肯答应 为了不让庞德出兵 于静啊 还把军队 移到了 离樊城不远的一个山谷中 关羽呢 也很生气 这庞德 只是一个小小的将领 居然这么厉害 看来 于静和他带的这七只精兵 也不好对付 这时 有一个士兵来向关羽报告 说于静 把军营移到了山谷里 关羽马上来到了一座高山上 仔细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 只见山谷里 曹军正在忙着搭建营帐 再看不远处的江面 江水流得非常急 关羽摸了摸自己的长胡子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部下们都觉得很奇怪 将军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吗 关羽也不卖关子 爽朗地说道 你们看 这么多的地方 于静偏偏把军营移到地势低的山谷里 现在是雨季 江水肯定会越涨越高 我们只要先堵住出水口 把江水除起来 等到发大水 就马上挖开江岸的堤坝 到时候 江水肯定能把地势较低的山谷 给淹掉 关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便下令 让自己的士兵们 先把军营迁移到比较高的地方 再慢慢等待机会 果然 连续几天都下大雨 江水涨得很高 这天晚上 一个部下 发现了江水涨高的情况 就劝于静 赶紧把军营移到高处 可于静完全听不进去 那个部下 又来找庞德说了这件事 庞德想了想 说道 嗯 没错 连日下雨 我们在这里确实很危险 他不肯移兵 那我明天就自己带兵搬到高处 正说着 营帐外又哗啦啦的下起大雨来 突然 一道闪电 像利剑一样划破了天空 紧接着 呼呼一声 炸雷响起 震的人心里啊 直哆嗦 哇 好机会 关羽一声令下 士兵们纷纷跳上 早就准备好的船只 在江边等候的士兵 也毫不犹豫 马上挖开了江岸的堤坝 顿时 滔滔不绝的洪水 就像被放出笼子的猛兽一样 争先恐后地 往地势低的山谷奔腾而去 就在这时 庞德突然听见了一声 轰隆隆的巨响 嗯 但这并不像是打雷的声音啊 庞德大吃一惊 赶紧跑到营帐外面查看情况 他不由地瞪圆了眼睛 哇呀呀 来势汹汹的洪水 迎面扑了过来 正在四处奔走的士兵们 一瞬间就被洪水卷起冲走了 庞德也被大水扑得晕头转向 幸好抓住了一棵树 他死死地抱住树盖 才没有被水冲走 庞德来不及多想 顺着树盖 飞快地爬到了一座小山上 后来又有一些士兵 陆陆续续地爬上了小山 没过多久 关羽和他的士兵们乘着船 顺着水流飞快地前进 一会儿啊 就来到了小山前 紧接着 士兵们就将小山包围住了 庞德定睛一看 于晋和一些士兵被五花大绑 正跪在关羽的大船上呢 看来于晋已经投降了 只见关羽大手一挥 船上的士兵马上拉弓射箭 庞德和士兵们逃也逃不了 只好拼命地挥动武器 艰难地挡箭 不过啊 关羽并没有很为难他们 很快就下令停止射箭 小山上剩下的士兵 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 都纷纷跪了下来 向关羽投降 只有庞德抓紧手中的大刀 仍然在顽强地抵抗 突然 他瞅准机会 跳上了离他最近的一艘小船 飞快地将船上的士兵砸落水中 就想乘船逃走 可他没想到 关羽啊 早有准备 他立即下令 让另一艘小船 调转船头 一下子就将庞德的小船 撞翻了 庞德扑通一声 落进水里 关羽的部下 也马上跳进水里 很快就将庞德 抓了起来 就这样 鱼禁的七支精英军队 投降的投降 被抓的被抓 其余的 都被大水冲走淹死了 哦 关羽的这一招水淹七军啊 实在是太精彩了 关羽趁着胜利 又马上带兵去进攻凡城 但他却没想到 有人啊 竟然在这个时候 趁着他不在 使用轨迹 夺走了荆州 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嘿嘿 遇之后事如何呀 且听下回分解哦